曾国藩总结的六部说 看过的人都后悔没有早读到 哪六部说呢 直话要拐弯说 冰冷的话要加热了说 顾及别人的尊严就是照顾自己的尊严 第二 不说闲话 来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嘴巴说的是非太多 内心也就会变得浑浊 第三 不说怨话 怨天尤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传播负能量 亡羊补牢游未晚 怨天尤人无意义 牢骚多了 朋友就少了 不要成为负能量的传播者 第四 不说狂话 人可以有傲骨 但是不可以有傲气 狂妄的人眼界偏向 不知道天高地厚 看似张牙舞爪 其实不过是指老虎 第五 不说胡话 人生在世 一定要有敌放尸 不能乱说话 话说的明白 事做的清楚 这样的人才靠谱 别人才敢和你交朋友 最后一点 不说恶话 老话说 良言一句 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佛家常讲 口业 一个人每次说出伤人的话 都是在给自己造口业 说话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个人的修养 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 都将决定 你的人生高度 有敌人 这场滤 这场滤 的 适合